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7月9日星期五的晚上時間 這節是突發時段 這節有我許劉先生 還有我們的加拿大加珍珍 各位網友好 馬來西亞的大馬Sir馬來勁 各位網友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緊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西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對於銅鑼灣7月1日的吉警藍 這件這麼突然驚的事件 令人發指的案件 警方都可以說首次很高調地 不讓那些人在有關的地點、悼念 還有什麼拜祭等等都不讓 進行了一次很嚴格的 甚至乎你放下的花都已經是給告票你 即是說你隨街扔垃圾 那個配備方面 因為經過了這件事 要穿了這些叫做戰術背心 有一部份的人 他們以為自己好有道德高地 就說哎呀沒理由悼念 都不給的 獻一下花而已 有沒有搞錯啊 這樣都不近人情 例如那個叫陳文敏 他說這些話 其實大家聽起來 有些人會覺得 哎呀 就這樣擺紮花而已 是不是 我這樣上來擺紮花 擺下就走的啦 鞠躬就走咯 都不可以嗎 怎麼搞錯啊 那我們今天呢 現在這個時候 說這一宗的特發新聞呢 某程度上其實就是 可以間接到告訴大家 為什麼不可以讓這些事情發生呢 就是造成了一個 社會上的 被人廣傳出去的畫面 就會刺激到更加多 好像今次這件案件裡面的 這兩個準孤狼 再下去這兩個人可能有機會成為孤狼 那對於什麼烈士啊 英雄啊勇者啊這些字眼 首先呢由警隊一哥啦保安局局長啦 甚至乎去到政務司司長呢 都有呢 齊聲譴責過這些 即率先譴責這些字眼就不可以用啊 還是怎樣 即是不能夠叫美化這些人類 或者美化這些事情 那好了啊 那今個晚上發生什麼事呢 那警方啦 開了一個記招就告訴大家 其實在今天的較早時間呢 屯門啊這個叫兆安啊 應該兆安縣附近呢 就有警員在那裡巡邏 那發現到呢 有人啊 在兆安縣附近的一個行人隧道裡面呢 呢 用牆寫著 七一 這件事 那個疑空的那個名字 啊 還用烈士來稱呼它 寫著2021.7.1.R.I.P. 還寫這些字眼啦 那還在那裡拜祭啦 那警方就以刑事毀壞拘捕了這兩個人 那在他們家裡呢 哇 找到厲害了 那找到些什麼呢 我們一會再說吧 那現場呢 他都準備充足哦 真是呢 當正 我不知道怎麼那麼有趣 他選了隧道呢 那自己寫了幾個字在那裡 就現場拜祭了 那麼就叮了兩個年輕人啦 那一個呢 就20歲 那一個呢 就27歲啦 有齊了哦 鄉竹冥強啊 那些製品啊 那些什麼 冥通銀行的那些錢啊 那買了四個橙 那還買了兩支呢 紅色的那些蠟燭啊 就刺在那些橙裡在那裡拜啦 他們可能就是準備了要在那裡燒完補了啦 近乎啦 真是爭就會不會拿起那些 啊 枝紙那樣的炮上天 炮到到處都是的 那看他就好像沒有溪錢的 那全部呢 都是 燃兜兜的那隻 什麼五千萬啊 兩億啊 這些的 那沒辦法啦 這些 什麼橙啊 蠟燭啊 陰獅子呢 都是呈堂證供來的啊 那警方都包好了一份份啊 那些什麼 一定定金 一定定銀 那些都準備好了啊 哇 幾瘋啊 那兩條人 他們真的覺得 哎呀 真是要出來呢 約在一起啊 兩個呢 手足啊 我好像第一次聽的 就是有些這樣 那麽瘋的嗎 約在一起 喂 喂 去哪裡啊 出去到隧道道 悼念啦 燒一下衣紙啊 那些這樣啦 是不是啊 烈士啊 哇 瘋得很混淨啊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如果呢 現在 壓低了這件事的 或者將 儘量將這件事 那個社會氣氛減低了的話 都仍然有些那麽瘋的人呢 如果沒有 我按住說會怎樣呢 就是讓他們不斷說 什麽烈士啊 勇者啊 那些那些那麽不知所謂的形容詞來形容呢 很多人真的會信了 會迷了進去的 對呀 你看這兩個人 他要黏著呢 他要去買製品啊 即你買一張花就算了 那你首先呢 這兩個人要怎樣呢 去紙紙譜 那便 買什麽啊 有五獅子啊 拜什麽的啊 拜烈士啊 蛤 什麽呢 烈士啊 拜烈士 買什麼好啊 這裏 夠他用的了 哦 好啦 那就買這些了 他用心去買橙 可能20元四個橙 我看他都沒有代搏吉警男這個狂魔 他都沒有代搏他 警方就拘捕了這兩個人 20歲那個應該是學生 27歲那個挺搞笑的 他是地產代理 哇 真的很害怕 他到時拿一間大人上去看樓的樓 在裡面搞個拜祭 或者搞那些悼念儀式 破地獄 之後警方就把這兩個人 就帶回他們各自各 帶到他們家 嘩 不去遊志可 一去就嚇到我 找到他家裡 家裡發現很多堅飄 是呀 簡直是呀 我初來以為這些東西沒有人買的 原來有人買的 蛤 這些很垃圾的東西來的 我舉個例子去買些什麼 有些光時的揮春 還有一本書 警方都說的 我們說一下警方 他怎麼說呢 找到一些書籍 關於反對國安法的書籍 反修例的書籍 文宣 還有一些旗幟 旗幟包括了光時的黑色的旗 黑底白字的旗 還有香港獨立的旗 哇 很多人害怕 那些人收得了這些東西 就覺得 嗯 我總有一天還能拿出來揮 仍然是很懷念那一刻 死身不適那一隻 還有很多不同的文宣那些東西 我們可以說一下什麼 我們可以細緻一點看 原來有一副呢 他們光時應該一盒的 好像是棋來的 好像是賤棋那些東西都有出的 那當然 那個封面畫到 例如他們那些人戴上他們的頭盔啊 警員呢 就拿一些棒棒指著他們啊 拍著他們扔東西啊 扔磚啊 BBQ的東西啊 攻入立法會啊 就將這些呢 畫了一些插畫下去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們畫完出來呢 那個感覺都挺心寒啊 他們畫了這些東西出來 他們當自己這些呢 什麼叫做2019抗爭事件呢 這些東西都有人買的 原來 好像沒開封過 沒玩過 很珍藏的那一款 可能拿來紋啊 光時啊 嗨啊 聞到都覺得上了電 原來有一本書呢 這樣的東西都有的 看完呢 不妨看到這樣的一款 就寫著什麼呢 光時八個字 再講日本人長進研究和描繪 施展混身解數的漫畫紀錄文學 日本留學生再講的震撼體驗 畫著一些漫畫 原來這些東西有人買的 即將光時這壹東西成為漫畫書 這些傻傻原來真的會買的 神經病 我這本書都看到 是吧 雖然這個封面都 畫光都OK 但是這本書很薄啊 就這樣看 嗯嗯嗯 都不單止 他們呢 家裏面還有一些畫 直接買了一個相架 表起來的 那是什麼畫呢 那有很多的暴徒 很多人都不怕 大家聽聽我形容一下這張畫 很多暴徒 很多黑衣人都堆滿了在街上 兩邊的人群 你見到他們一張一張的臉 是沒有樣子的 沒有表情 拋了一塊幹什麼呢 不過他們讓開了一條路 讓開了一條路就是被這輛救護車經過 就是他們覺得這就是他們很光輝 很有人性的一刻 我們是暴徒嗎 暴徒會這樣讓救護車過的嗎 當時是不算的 但是之後你做了更多的壞事呢 就是那一下 你讓救護車給人過 不過又倒過來看 還記不記得在機場的時候 那幫人擋住救護車 不讓去救那位國內的朋友的 這些就是看人 看人就是什麼 還有看情況 不過兩體就說什麼 在立法會拿了人家 就是攻入立法會之後 拿到人家的汽水在那裡喝 搞到人家的雪櫃沒有了汽水等等 然後又放了幾百元在雪櫃頂 就說 你看 什麼暴徒啊 會這樣放下錢在那裡嗎 啊 接著人家那個老闆就說 是啊 是放下幾百元在那裡給我 但是又把我店裡的凍肉啊 那些食物啊 倒到整個地都是 那些凍肉搞到一回到整個灘血水 那些凍肉又不能要 那那裡的錢呢 你有沒有給我啊 那你做了什麼呢 那你還要看一下呢 他收了多少這些文宣呢 還有收了那些有關於標語 啊 例如什麼 國安法滅港 原來這幫人呢 我起初時以為這些文宣呢 被我們拿出來笑一下就算了 原來有人save 起去的喔 是啊 當寶那樣的 是啊 這麼瘋的 所以說呢 都是青春的一部分 幾億多一部分 是啊 可能他們想著 將來可以炒 炒賣出去呢 黃色經濟圈 都幾誇張啊 所以這些人 那為什麼就是不可以讓他們 這樣稱呼這個 吉警男做什麼烈士啊 美化這個人呢 就是這個意思 你看看 這些人多瘋 不過看到這一單之後呢 我們想想 其實有多少呢 這些隱性的 我們找他們不到的 而家裏呢 又是藏了這麼多這些在那裡的 我想玩一下子 那個數字呢 都幾得人害怕的 因此呢 那個社會的氛圍呢 真是不可以讓他們 罹慢著這麼多這些什麼 什麼抗爭啊 什麼對於這個政府很不滿啊 烈士啊那些啊 這些就是不能夠有的意思 之所以呢 那個警方啊 還有呢 李國章都說 哇 是啊 喂 警方就說 你們這樣搞法會煽動的啊 是啊 原來真的啊 你看看 煽動到這些人 即現在這麼低調 即儘量保持到這麼低調 都煽動到這些人呢 瘋到呢 要無緣無故在屯門的隧道上 自己設個祭壇出來 寫幾個字就叫拜祭啊 是不是 搞到呢 好像令我想起當時 這個關雲祥呢 大家還記得了 關雲祥 他戰死沙場之後 那有些人呢 為什麼會有關公的像啊 或者一些人擺一張照片啊 就是因為那些人 每個人都要紀念 關公這個 二搏雲天英雄蓋世的將軍呢 他們唯有自己在家裡 擺了一張關公的照片 然後自己去拜祭嘛 其實這個情況呢 他們當成是這樣的 他們當成了這個 好像關雲祥那樣啊 啊 戰死沙場啊 如果怎麼會叫做英雄啊 這些人多可怕啊 哇 不一定呢 這些人家裡 我最怕呢 遲點搜到一個人家裡 原來有個祭壇 可能有那個人的照片 在拜也不一定 會不會有些人瘋到這樣呢 不知道的 不是啊 是嗎 哇 真的可怕 可能有人秘密這樣做的 如果再這樣唱下去 是 因為這些兩個人都挺奇怪的 你看看 很精心準備的 是這麼誇張的 要出來拜祭的 是嗎 是嗎 那我們都不希望到社會 再繼續有這些人 因此呢 這些什麼 反修例的那些什麼書啊 記得教主前呢 不是說 什麼黃之鋒啊 啊 陳淑莊啊 那個癲腦陳雲根那些書啊 要避下架呢 就是這個意思了 可能呢 我們正常的 看到那些瘋癲腦的 癲婆寫出來的書 不太看的啦 但是可能有些人呢 看完之後呢 就很high 我們還記得嗎 當時候那個 美國隊長2.0 他說 本來呢 沒那麼瘋癲的 他說本來呢 都是一個很平凡的 何金銀外賣仔 他說就是因為呢 看到一次 梁天琦的訪問 那麼之後呢 再自己去看那些什麼 地口天高啊 看完呢 他自己呢 都真的不知地口天高 就做了這些這樣的事了 他為了宣揚港獨呢 甚至乎穿了港獨的T 到處走 其實這些人都是的 他們收了這些港獨的棋 就等於呢 就是收了自己呢 對於香港獨立的那個心 真的要先放在家裡 總之呢 我們能夠獨立的 其實一切一切就是 你這幫人不斷在這裏做神 捧這個捧那個 那他們都想捧一下這個吉警藍呢 對呀 捧完梁天琦 現在就想捧吉警藍 總之就想來一個做神運動 那現在沒有讀過了 那你這幫人就自己來了 是 還有這幫人知不知道讀到怎樣 他是呢 上腦了那一隻 他在那本MacBook Pro那裡 還要貼上什麼光時的那些貼紙啊 那些暴徒的那些貼紙啊 那些暴徒的那些貼紙啊 哇 多可怕啊 這些不知道是什麼人來的 如果家裡呢 如果家裡有個這樣的人呢 都挺害怕的 是吧 不過不是說 我見過一些呢 那些呢 移民台灣 就是移民了來台灣的人呢 都會的喔 有些人呢 還給那些照片擺出來呢 他家裡真的掛著這支光時 這支黑底白字的那個棋在那裡 這麼瘋了 也有個 是啊 有一家東西呢 他直接開到在台灣 在開店給自己 這些上路了 這些都挺害怕的 他開了一家店叫煲底 哦 是啊 挺誇張啊 那這些真是神經病 真是 這些是城市的 蹦蹦來的 那現在拘捕了兩個 會不會有 模仿犯呢 這個呢 其實我們挺擔心的 現在最害怕他有沒有模仿犯 或者是模仿的人 這兩個呢 很明顯就是暴徒 有些人會這樣想的 我們要嘗試一下 站在我們犯罪 心理的角度來想想 為什麼這些模仿犯呢 要去模仿這兩個人呢 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就是覺得 喂 他們未警傳攻 未完成的心願 未完成的拜祭 就讓他們來 這個是其中之一 有另一個人會覺得 我們要遍地開花 繼承他這一種的做法 或者覺得這種做法 能夠感染更多的同路人 想感染更多的模仿犯出來 這個呢 也是另一種的看法 所以那些陳文敏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你看到這些情況 你覺得怎樣呢 是否應該要給這兩個人 在隧道這樣玩呢 是嗎 不可以這樣 我覺得他會 如果你問到他 記者問到他的話 會即時割蓆 即時割蓆 嗯 沒錯 這些人都經常這樣 即是說呢 就兇狠 如果到時叫你拍 你抱不抱他呀 立即是廣東廣西 這些人就是這樣 即是不燒到近身 或者不問到你 或者不出現這些問題的時候 就懶得好像很有見解 好像很有同理心 很大愛那些這樣的 但好像當一看到這種情況 好像較早前 那個阿姐拿著一張花 被警方搜到一把戒刀 好像現在這樣 自己無緣無故都要走去一個地方 路際圖鴉 在那裡寫東西 然後路際 那這些請問是什麽來的呢 那這些是不是一種悼念 或者他們這種風潮 感染到他們其他人呢 我們正常當然覺得這些得淡少 但他們看到你就很high 很感動的 就是這個意思 那好吧 我們不如這樣 今次暫時來這裡先 希望就不要再模仿了 不要搞到阿sir 有陣子搞了 最麻煩就是這些這樣的 這些叫祭壇孤狼 就是拜祭式的孤狼 兩隻無緣無故自己跳出來自己試一下 其實都是社會的隱患來的 他們出來我猜有機會會覺得自己也是這樣的 再來再來 都不怕了 這些社會隱患 要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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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未必的 但是好像這些這樣 染染癢癢癢鬼鬼祟祟 躲在暗角的老鼠 突然跑出來 一來就馬上走 我想跟李家超之前所說 他們走向了地下化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現在地下化 你說破壞的那些 就像光成者打算搞這些 都叫做有些譜 這些無無聊癢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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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些 吃鴨癢的那種 真的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不過不要緊 這方面真的交給警方 好了 我們這次暫時說到這裡 各位 我想就是社長所說的 出街小心點 當自己去坐飛機 那些什麼金屬物品 利器 就不要待在身 好了 我們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